好数位角位的触控 那我们用数位角位针角2来做示范的做触控 让你用哪一个数位角位都可以 只是我们现在用2 用2来做 程式开始启用数位角位2为输入 然后我们来针这数位角位的值是多少 好我们启动 当我们没有去接触它的时候 你看都是多少 0 那如果我们的手靠近 你看我的手还没碰到 我手一靠近绿灯就亮了 它的值就会变0或者1 它就有1的值会出现 有1的值会出现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使用这个特性 假设我碰到 这个针角 它变1的状况就多 那如果我们离开了 它就是0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 方式 来做 数位针角的触控 那怎么 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可以写一个 这个叫做清单 我们把它叫做 Touch好了 因为我们想同时侦测5次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把 全部的清 这个清单先把它归零 归零之后 这样 先塞一个 全部都是0 塞几次 塞5次 所以重复执行 5次 我希望它有5个值是0 然后接下来我们侦测这5个值有没有差别 于是我们重复执行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把 第一笔的 清单删掉 然后做一次 征测 然后再把什么 数位针角的值 2的值 放到最后 删掉一个加一个 一样保持5个 如果我有触摸到的时候 它 里面就会 有什么 有一个 1出现 那我时间可以 快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侦测的数字比较多 所以 那我们在清单里面 假设 这个 清单里面 包含了多少 假设它里面有其中有一个1 那就是触控 要不就是没有 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再解释一次 启用数位针角二维输入 我们做一个正列 一个清单 我们前面测过 如果都没有触控的时候 它都是0 一直都是0 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反复去侦测 我手有没有摸到 当我的手有摸到的时候呢 它会有1的出现 所以 每侦测一次的时候 我都先删掉一个 一笔资料 再把 侦测的值再放进来 然后 去侦测它有没有1 有1的话就表示手已经靠近了 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做对不对 这五个数字都是0 现在我的手都没靠近 当我的手 开始靠近的时候 一靠近的时候 它的数值 应该这里正常要跳出1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要真 查一下哪里出问题 这里 这应该是数位真角2的值 数位真角2的值塞进来 刚才这边 没有把那个国字去掉 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有 出扣 好看这边的数字 有常常会有1跑出来 有1跑出来就是出扣 放掉就没有出扣 手进去 它就出扣 好手放掉 它就没有出扣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 来侦测用数位真角来 当作触控 那触控的做法有很多 好这个只是其中 的一个范例 大家可以集市广益一下 看 利用这样子的规则 我们还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触控